全球最大科技盛世消费电子产品展览会在美国 拉斯维加斯登场 不少科技企业就推出了多款 搭载先进科技的机器人产品 机器人们对科技生活的向往 其中一款名叫做Titan Boy 泰坦小字的机器人就拥有声控手势感应 主人只需要动动手或者是开开口 就能够让他自由地行走 轻松地跳舞 所以目标和目标的我们的DEMO 是能够展示出的可能性 给所有人的接触到AI 非常简单 因为你能试试到一个robot 做的事只通过动作和声音 所以没有试试 没有必要写任何试试 只用最自然的东西 这款智能人工机器人体积不大 只有一米高 活动起来相当灵活 它除了可以帮助主人完成日常任务 也能够进行简单交流 例如当人们对着机器人挥兽时 它在收到信号之后 就会缓缓地举起手臂 做出回应 科技公司代表朱利安尼表示 这项研发目的在于 让人类和机器人之间 有更多的互动 如此一来 智能机器人不再只是成为 提供生活便利的工具 而是作为伴随人们一生的 忠实伙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